Hello 大家好 我是沖 相信大家也有聽過關於日本印章的文化 雖然日本也開始趨向電子化 但其實在日本還有不少的公司 仍然在用印章去處理文件上的手續 其實除了公司之外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雖然機會不多 但的確有些情況下需要用到個人印章 例如簽收一些包裹、文件、信件等等 甚至是買車、買樓、租樓、開銀行戶口等等 又或是處理一些比較私人或重要的文件 都有機會是要用到個人印章 而我今天想透過這條影片 希望可以精簡地跟大家講解一下印章的種類 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情況要用、在哪裡買 以及應該要買哪一款等等 那我們就立即開始了 其實印章主要會分三個不同的種類 第一種叫做營印 第二種叫做銀行印 而第三種叫做實印 而三種印章在設計上的分別 主要就是尺寸會有不同的 譬如銀行印主要是13.5至15毫米 而營印通常會比較小的 就是12至13.5毫米 最後就是實印 其實實印在三種印章裡面是最大的 而且會比較麻煩 還會分成男和女不同的尺寸 如果是女生的實印 通常就是15毫米左右 而男生的實印會比較大一點 就是16.5至18毫米左右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實印會刻上來的全名 而應印和銀行印通常只有一個姓氏 可能大家來日本旅行的時候 就是走Daiso、Saria等等的白元店的時候 都會見過其實在裡面是有得買印章的 不過通常都會見到全部都是日本人的姓氏 譬如田中、玲木、佐藤等等 基本上是不會找到適合我們用的印章 所以我們其實一定要去訂制 而一般在白元店或文具店看到的印章 通常都是應印 而其實應印通常是用來處理一些比較日常 或者是比較簡單的事情 也就是剛才說過的收包裹、收文件、收信的時候會用到的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那麼重要的東西 通常就是用應印的 但是其實很搞笑的 我們來到這裡差不多一年半 都在網上買過很多不少東西 通常送來的時候都沒試過要我們吸印 基本上每次都是簽名就可以了 可能現在已經改了 以前可能真的要吸印 但現在其實我想應該就是簽名就可以了 而第二種就是剛才說過的銀行印 其實顧名思義 銀行印就是處理一些銀行手續、金融交易等等時會用的 而第三種就是實印 其實實印是最慢能的一個印 基本上是可以取代應印和銀行印兩種印章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整齊三個印章 就是應印、實印和銀行印呢 其實通常是因為怕實印不見了 甚至是被人盜用 所以就會比較保險一點 就整齊三種印章 另外其實實印用的機會是最少的 因為通常用實印都是一些比較大的事情 譬如是買車、買樓 但是這些你不會經常發生的 可能是一生人只有幾次 所以其實用的機會都不是很多 而我們其實只是做實印而已 應印和銀行印我們都沒有特意去做 一來其實現在銀行都電子化了 基本上除了開戶口的時候 都沒有試過要用印章 所以對我自己來說 其實一個實印就已經足夠了 另外其實真的很少情況需要用印章 我們來到這裡差不多一年半 實際用印章的次數只有四次 第一次就是剛才說過 就是去銀行開戶口的時候用過一次 而第二次就是在租屋的文件上要吸印 而第三次就是我們之前去合宿學車的時候 有一份文件需要吸印 在那個時候我們就再用了一次 而第四次其實就是剛好我一份法律的文件 所以寄回去香港的處理 我找了一個行政書士 之後就找公職人幫我認證那份文件 那個時候就用到印章 所以其實真的只用過四次 但是雖然用的機會少 但是沒有它又不行 另外其實實印整好之後 還要拿到附近的市役所或區役所 做一個印鑑登錄的手續 當你的印章做了印鑑登錄 之後其實這個實印才會有法律的效力 才可以用的 而手續費我之前做過就是300日圓一次 其實那個申請的流程也很簡單 基本上你一去到市役所就會看到有很多份不同的文件 已經放在那個類似卡卡的位置可以拿 其實印鑑登錄那份都很明顯是放在那裡的 之後你填完表格就去排隊去櫃檯搞 其實半個小時之內就已經可以完成整個手續了 而當你做完那個印鑑登錄之後 就會得到一張印鑑登錄證了 而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其實可以加錢給350日圓 就可以印一張印鑑登錄證明書 其實這張證明書的印象中就是 好像在學車的時候用過 還有有一次就是剛才說的 找行政消息的時候都用過 但其實都是很少機會需要用到的 而且這個印鑑登錄證明書 就不一定要去區域所或者市役所那裡印出來 其實當你做完這個印鑑登錄手續之後 如果你有My Number Card的話 就可以用My Number Card 在便利店的影印機 也可以印出這份印鑑登錄證明書出來 如果將來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去便利店印出來 應該比較方便 另外其實如果你的印章真的不見了的話 其實是要去註銷了 你註銷完之後 其實訂了一個新的印章 就要再重新登錄 最後其實我的印章 是一個叫做Hankomang的日本網站訂製的 我的印章其實就是這樣的樣子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這個印章就不是特別便宜 其實這個印章就不是特別便宜 甚至是貴的 就是3180日圓 連上稅 而市面上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店 或者文具店都可以買或者訂製印章 而且還有不同的款式 字型等等可以自己選擇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選擇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選擇一下 而值得留意其實實印是一定要刻上的在留卡 就是一個個全名的 譬如你在留卡是有漢字的名字 譬如陳大文 你的印章就要刻上漢字陳大文 但是如果你在留卡 跟我們一樣是沒有漢字的 只有英文名 在我們訂做印章的時候 就要刻上我們的英文全名 不過其實我們有一個比較搞笑的經歷 就是當初我們剛來過日本 第二天就去了家附近的郵局銀行開戶口 當時其實我們是弄錯了的 那個印是刻上我們的中文全名 但是我們在留卡其實是沒有中文名的 只有英文而已 但是我們當天都成功開到戶口 可能… 即是不是開戶口上面就沒有那麼嚴謹了 如果大家是有需要弄印章 而又沒有弄的 當然就不要搞錯了 就跟回自己在留卡的名字去弄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有機會可能要重新再弄一個 都不出奇 這個就要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我當初弄錯了的印章 這個就是刻上了我的中文全名 現在這個就沒有用了 另外其實在Daiso、Seria等等 八元店 是有得買一個這樣的印章盒 其實它裡面就會有一個墨 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再買那個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你吸引的時候 記得不要印得不清楚 例如可能墨汁不夠 所以印出來的時候比較蒙 或者很淺色 又或者可能是太多墨 然後整個印好像化了 其實也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不然的話 就可能有機會要重新再吸引 或者重新記過一份文件 所以就會比較麻煩 好 今天我想分享的資訊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大家對印章上還有任何疑問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在IG contact我也可以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